自立自强的高学历富婆突然被指控诈骗,令人觉得匪夷所思。 在一档综艺节目里,网红张小诗一出场就打造白富美的人设, 加上头顶着心理学高材生的头衔,让不少网友一下子就记住了她。 张小诗对看着兵力的男儿完全忽视,而直接青睐于模特男一潘明俊。 张小诗口味清晰就是个严控,不在乎男嘉宾有没有钱,因为老娘自己就有的是钱。 张小诗还自称自己拥有心理学硕士学历,这个恋宗里刚开始,网友们狠刻张小诗和潘明俊。 主持人问张小诗理想型是什么,她说是一棵树,原来这棵树指的就是她曾经的榜一大哥大树, 一位支持了她四年的粉丝,前前后后陆续给她打赏,加上线下转账,共计两千万之多,令人瞠目结舌。 大树自称自己是一位单亲爸爸,目前身后癌症,仅有不到两年时间的生命, 所以她并不是蹭流量,她之所以出来是吹张小诗,实在是因为此人不顾及别人的死活太冷漠。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,2019年大树一一段视频认识了当时还是小主播的张小诗。 大树被张小诗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,大树说我刚认识她的时候,那时候人傻,不知道什么是剧情和人设。 为了支持心中的女神,大树经常把自己刷成她的榜一大哥,心甘情愿为张小诗奋献自己的金钱。 中间她有很多次想离开直播间,不再给张小诗提供金钱的支援,可是很多次都被挽留了下来。 而且张小诗的父母也出面,PUA大树,张小诗的妈妈称大树为干儿子。 所以张小诗的父母也参与了此事,这一家人真是为了捞钱无底线。 大树有一个儿子,是她与前妻生的孩子。 最近张小诗因为上综艺,小火了一把,原来恋宗剧组里有组员的孩子,跟大树孩子是同班同学。 坊间传闻有说,大树的儿子是大树与张小诗的私生子。 所以这件事就传到了学校,谣言在学校里迅速传开,儿子成为了学校的笑柄,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。 孩子是大树的软肋,当看到儿子在学校沦为笑柄,大树坐不住了。 于是联系张小诗以及她的家人,希望张小诗能出面给孩子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 原本大树并不在乎金钱,自从她得了癌症以后,她就与张小诗断了联系。 她这次联系张小诗,只是希望她看在大树这么多年支持她的情分上,能出面给孩子做一个解释,可没想到却换来对方的冷漠和无视。 不仅如此,还在节目里欢天喜地地谈恋爱,各种开心,而且还否认大哥的付出。 而在看自己这边,儿子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对象,大树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。 于是,大树晒出了自己给张小诗的转账记录,大树晒出的转账记录大概能有几百万。 大树说,这几张图也只是冰山一角,万中之一。 不是我非得要捶死你,是你不顾别人的死活。 大家都在维护你,可你却把别人当傻子,不光极尽冷漠,还到处带节奏。 借着流量占红利,无可厚非,但小朋友只是希望,你作为当事人亲自打个电话未问并解释一下,可是你却强硬地置之不理。 本来顾及面子,我尽量维护,那现在我就成全你,求追得锤吧。 于是,大树决定不再维护她,揭露她的真面目,怒斥张小诗为了流量赚钱无底线。 在大树晒出的转账记录中,几乎都是6000元的,节假日会有一些特殊的数字,比如13145.20,还有5200等等。 每一个情元节,七夕节,圣诞节,大树都不忘转账。 其中有意思的是,有一笔最小的666.66元,可是对方张小诗闲金额太少,竟然没有接收,可见低于6000元的都入不了她的眼。 还有网友爆料,张小诗之前是一个小直播平台的小主播,那个平台现在已经黄了,当初张小诗是靠PK赚钱的,那个时候他就结识了榜一大哥大树,前后给他花了很多钱,两个人关系维持了好几年。 还有网友质疑张小诗的学历造假,他所谓的心理学硕士门槛是极低的,不免让人觉得有可能是野鸡大学。 张小诗还涉嫌无职业资格去直播售卖心理自行课,大树已经人之一尽,即使知道对方一家人都在PUA自己,他也选择了原谅。 钱他不在乎,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回这些钱,唯独孩子是他的软肋。 孩子在学校里被谣言缠身,只需要一个电话解释,可是张小诗却选择冷漠对待,可见其人品实在是铁石心肠。 大树称自己会报警,看看是否可以走诈骗刑事立案。 而且最让大树生气的是,原来之前跟他聊天的人根本不是张小诗本人,而是张小诗雇的运营,代替他与大树聊天的。 这也着实伤害了大树的心,张小诗刚上练宗的时候,大树也没有打算纠缠张小诗。 他说曾经付出的金钱,被他们全家PUA都认了,可是没想到,自己孩子被误会被嘲讽后,希望女方解释一下,都不理会,没有得到尊重,才激怒了榜一大哥。 张小诗花着大树的钱,上练宗川的一身行头,连衣裙三千一百八十元,手提包一万三千九百元,鞋挂包一万两千一百元,全部都是姑气等大牌。 能付出这么多金钱,不禁让网友们猜测,大树跟小诗到底是什么关系。 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吗? 可是榜一大哥出面解释,似乎他和张小诗并没有谈过恋爱,有可能两个人都没有真正的见过面,而且跟他聊天的人也并不是张小诗本人,而是张小诗雇的运营代劳的。 大树说我坚持了一千两百天,现在想想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 大树的行为让网友们觉得,他这样一个妥妥的恋爱脑,是如何赚到了两千万的。 未经许可我坚ard漂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